大家好 我是谷歌 好久不见 那今天忽然要直播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也有客户在问 他们在那个LINE的群组里面问 最近ASIC有发一个消息说要针对我们亚洲客户或是中国客户 为什么他说的是中国客户我却说亚洲 等一下再跟大家做个解释 主要是这个新闻 主要给大家看这个新闻 就是ASIC主动提出来的澳大利亚的那个券商 如果提供给那个中国的客户呢 去那边开户局还有交易 就说什么是违法的行为 还有什么欧盟的法律这个部分 那这个新闻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本来我们是以为是说就是欧盟那边要求 因为欧盟其实很早就要求 像美国也是 美国是要求说你们那个海外地区的券商呢 就是非美国的券商 你不可以收我们美国的客人 美国是这样要求 那现在听说呢欧盟也要这样做 可能比较熟人会知道说欧盟之前已经先降过一次杠杆了 因为因应FCA就是英国监管的关系呢 就把杠杆降下来 现在听说也是要开始呢要让非欧盟地区的交易商 不可以收欧洲国家的那个客户啦 本来应该只是这样子而已啦 那所以 照理说是其实不干我们亚洲人的事 不管是不是中国台湾啊香港 照理说都不干我们的事啊 跟美国一样嘛 你不可以收美国人 只是美国人不能去而已啊 还是一样照说台湾人或香港人这样 欧盟呢现在也可能就是他会要求那个券商必须要是欧盟监管 或是欧洲国家自己开的券商才可以收 大致上是这样 没想到这个风波呢传传传 可能经过香港经过中国经过台湾这样一路发酵 搞到后来大家都很紧张 其实有各种传言 各种传言 第一个传言就是说他们会把我们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地区呢 全部的客户都取消资格 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就像这个新闻传言一样要降杠杆 杠杆会降多低大概也是比较英国监管那一次 降到什么20啊多少 那坦白说谷歌个人的感觉就是他们每次降杠杆啊 然后说什么监管的就是说什么要打击不法交易商啊 非法交易商啊打击黑平台啊什么鬼的啊 然后讲的非常好听啊 保护散户啦 怎样那些啦 谷歌个人是觉得说那个都好笑了 讲不难听一点就是我觉得这都在骗啦 都是在骗啦 不管他们讲什么理由啦 你实际上看结果 你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些那个比较没有钱的散户 就完全没有办法交易啊 因为杠杆降低了对谁有好处 就对有钱人有好处而已 杠杆越来越低 一手一手单位是10万美金 10万美金来讲的话 那假设是1比1就表示说你每次下一手下一手的仓 你就是需要10万美元 那这对散户来讲一定是无法负担的事情嘛 我们散户之所以外汇保证金会在那边疯传 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可以靠它翻身 主要就是因为有杠杆 其实200就是算我是觉得算还不错啦 就是一般可以接受 500可能就真的有点多 那一千两千那个好那可能是真的有点黑平台 因为一千你只要花一万块 你就可以在市场上操控一千万 有点疯狂啊老实说真的有点疯狂 可是仔细想想哈 如果只有1万块你就可以操纵200万的资金 其实也是蛮疯狂的 当然啦如果你是为了说这个不要造成交易商的负担 你说这个杠杆降低 比如说1比30的话就是1万块可以操纵30万的资金去市场做交易 对啦也许这样是对那个交易商 可能有一些好处 只是说交易商可能不用拿那么多钱出来风险比较低 但是你说对散户来讲哪有尽到什么保护的责任 根本就没有啊 因为你该赔的还是会赔啊 难道1比30好爆仓的人就不用赔吗 那我这种事你还是要赔啊 那你说1比30赔的比较少吗 对啦实际上借出的资金会比较大 可是你除非就是有搞鬼嘛 不然照理说你应该断头的情况下 又没有每天在那边黑天额 然后你说这是保护散户 这整个就是规则 最后保护的就是有钱人 因为现在赏户越来越多呢 有钱人以前这个是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 那他们就会面临讲比较不好的赏户的攻击 大象就受不了一群蚂蚁的攻击 在谷歌个人看来是官商勾结 联合政府来打击散户让散户翻不了身 总之呢因为这类的状况呢 所以大家对这种新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恐慌 尤其是ASIC又直接这样讲 违反中国或欧盟法律 好啦现在就有几个问题 首先因为香港现在已经管辖是归中国地区管嘛 对不对不谈论太深入的政治 可是现在的实际上的现况就是台湾这边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法律 跟中国大陆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我们不谈论 这个未来交给未来的人来决定 就是说这个未来一定会有个定案 那这是目前现况就是这样嘛 中国地区去跟ASIC说 你不可以收我客人 这对台湾人来讲干我什么事 大家懂意思吗 对香港人来说也是中国地区 可能香港会有影响 但是对台湾来讲就很莫名其妙 哎干我什么事 中国就算发表了那个政令好了 就真的就是说好 我就是不准你ASIC来收中国的客户 通通要给我赶出去 就算是这样 哎台湾就很莫名其妙啊 发这个命令是发不到台湾 台湾人不会收到这个命令 台湾的政府 不管你要说台湾的政府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不管怎么样 这个是不会协同管理的 命令不会朝到台湾来 也就是说台湾的政府不会说 哦因为ASIC对中国发了这么一个消息 这么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台湾要遵守 根本没有这回事嘛 现况就是没有这回事 台湾的现况就没有这回事 所以这个就很尴尬 这个就非常的尴尬 就是说因为国际现实的关系 发出了这个要求 会对台湾人造有什么影响 好啦不讲还好一讲呢 瑶云都会这样传嘛 就像那个ICMarkets 或是有一些 台湾人喜欢用的那个券商 欧美评价也感觉不错的券商 可是到了中国大陆 奇怪 别说是黑平台 然后中国那边呢 因为大家都讲中文嘛 简体跟繁体的差异而已 中国那边就有消息呢 就渗透过来 就是说渗透很奇怪 应该是说传过来 因为中国跟台湾人是会做朋友的嘛 然后消息也都互同 群组也都有互加 大家都在赚钱嘛 跟那个国际现实就没什么太大关系 就会传传传 传到后来变成说 欸台湾人好像以为那是黑平台 所以整个就很无奈 反正现在就有这个话在传 因此呢 我要特别要讲 要强调就是说 台湾人听到这类消息 虽然很无奈 也许你会想说 啊那中国啦 跟我们无关 也许你会这样想 可是为什么谷歌特别还要做一个直播 还要发信去问 然后要谈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外国现在很多地区 他们是分不清楚 中国跟台湾的关系 还有就是法律现实 还有经济环境这些 因为你不是在地 我们不像北韩跟南韩这么的明显 大家全世界都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台湾就很小 很小 中国就很大 很大 然后国际上声音乱飞 所以很多外国人搞不清楚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要在意的是说 到底对方是把我们看成 跟中国地区一样的管理 还是说看着是另外一个地区在管理 跟那个什么国家认同那没有关系 跟政治环境没有关系 这里我也不谈政治 单纯是说对方到底认为 他们的管理上是怎么归类 有些交易商确实是会有不一样的管理方 应该是说不只交易商啦 各个公司都是这样 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看法 这看法没关系啦 只是经营企业嘛 然后比如说我们要发展亚洲市场 亚洲市场到底是大东亚 还是台湾是一个地方 中国是一个地方 是不是要分什么省 就只是这样而已 就是一个企业经营的一个考量 那人家老板或是股东怎么想 你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去 你只能说去沟通 你没法说去要求人家说用法律要求 你不行你不能这样子 因为不同国家嘛 澳洲谁知道他们怎么样 像这次的事件呢 有些朋友去问 比如说某些交易商他们的做法是说 我帮你换监管 他可能就是也怕谣言怎么样传 或是说他们的做法就是说 我直接换监管 那谷歌也担心这个事情 谷歌比较熟的就两个交易商 可能有些朋友后来才来不知道 比较熟的这两个交易商呢 其实像现在萤幕上这个 一个是ICMarket 然后一个是Global Prime 在Forest Peace Army这个网站呢 Global Prime的评价是比ICMarket高 Global Prime是将近五星 而且是超过100个评价 那ICMarket就稍微低一点3.5 那谷歌说过嘛 在这个网站上面没有超过3.5颗星 以上的交易商谷歌是不会用 这两家呢 谷歌都有IB 有兴趣的话 那个影片下面都有连结 或是谷歌的粉专都有连结 自己去粉专找 或是你来粉专发信问我也可以 两间我都有发信去问 可惜呢 Global Prime不知道在忙什么 也许之前 谷歌问他们太多问题了 所以他们现在就 而且加上说我在那边的客人真的是比较少 因为他们杠杆低嘛 1比100嘛 那你看为什么 因为这样客人就比较少 散户就是要杠杆嘛 你讲说什么要保护散户 拜托 如果那个很疯狂也就算了 可是散户 我说真的就算1比500 1比800好了 散户进去的钱不会太多嘛 对不对 而且像ICMarket他们也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 如果入金的资金变多了以后 杠杆是不是自动会降 比如说你一次都下个50手 如果你资金真的多成那样子的话 你的杠杆可能会被降到只有100 本来你就可以这样调嘛 对不对 然后你在那边跟我说 因为要保护散户 这是非常的鬼扯 真的是非常的鬼扯 不要再杠杆 总之Global Prime 要说失望吗 也还好啦 也没有很失望 可能他们在忙 或是谷歌对他们讲 不是非常重要的客人 那ICMarket这边就 相对来讲就比较重要 就是因为我带过去那里的客人也多 在这里呢 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顺便讲一个概念 因为之前谷歌都是在强调就是说 做IB的人呢 不要抽太多钱 你应该赚钱 你应该是靠你的交易 而不是靠在抽客户的水费 或是那个佣金这样子 才是真正的王道啦 你做外汇就是要这样 好那谷歌为什么一直都做IB 这有个好处 要把IB群养大 养大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 因为你客人多嘛 交易的金额大 交易商照理说 养套杀是最笨 黑平台养套杀其实是最笨 因为现在资讯那么发达 你黑平台你能黑多久 不管是白牌或黑平台 你这样搞客人 一传一传实实啊 传得超快 网路世界 拜托不要再走回头路 所谓的搞鬼 当然有些比较灰色的平台 就是会有一点 不是那么的诚实 就是说你知道 你抓得到 我就好好对你 你抓不到我可能就会有点 没有那么诚实 也不到欺骗的程度 就是没有说全部的真话 那如果你IB群比较大的时候 因为你代表就是 比较多的资金 比较多的客人 如果得罪你 当然他可能就会少很多客人 所以IB群养大的时候 交易上比较不敢搞鬼 如果你加入谷歌的IP 就是这个好处 而且谷歌常跟他们沟通 他们现在回我的信 都是会帮我升级 如果你是一般人 就是反正配奥 谁谁谁帮你处理 就随便讲一讲 那谷歌这边通常不太一样 通常都会说 我只派专人处理 我每次从那边得到的反应 就是说 你是我们优良的客人 你看已经这样子了 所以我底下的客人 我就会比较照顾 以谷歌本身的风格来讲 你加我的IP 我也会对你比较好 会比较在意你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 也在用这个交易商 我不是单纯抽你的钱 也没有加点差 我用的就是交易商 自己给我的点差 你的点差跟我是一样 我并没有说 我拿你比较多点 交易商是从他们的佣金里面 去扣钱给我 而且很少 他说多少佣金 就从他的佣金里面收 你自己去申请也是一样 也是拿到一样的条件 差别在于说 你就不是谷歌的IP 谷歌就照顾不到你 交易商比较不敢搞鬼 好像也没有其他条 这一条就很高 第二条大概就是刚刚已经讲 谷歌比较能照顾到你 然后再来就是说 不定期提供教学和城市优惠 有些人知道 也用过了 要申请谷歌的IP进去 然后入侵多少 谷歌就给你城市免费用 大致上是这样 就是为什么我还要用IP 因为IP说真的 你说能赚多少钱 我老实讲 以目前的状况 我里面有个客人不错 他的手数都很大 也不会就这么一个客人 你说要能够装逼 然后装阔 根本不可能 我之前的一些 比较贪心的IP 拿的点差佣金 是谷歌的 40到60倍喔 你看他们抽多凶 能装逼的就是那一种 那种才有办法装逼 因为你的钱都被他抽走 下一个单都还没赚 他就先被他抽走 那种就会可以在那边装逼 谷歌这边是没有办法 我是打老实牌的 反正这是一个互惠的环境 因为我客人越多 对我也有好处 主要不是钱的好处 而是交易商呢 就会比较看重我这个群组 对今天的标题是G开头 本来今天的影片是要限定 只有在谷歌的群组的朋友 才可以看 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在想因为这件事情呢 也蛮大条了 可能有些香港的人 或是谷歌粉专的朋友 他们会想要知道 这次就以服务的精神 以后的话 这个G开头的 就是会比较像是那种群组的福利社 只有给在谷歌群组的 或是有跟谷歌买程式 或是有谷歌的IB 谷歌才服务 不然人太多 或是说 有些人就只是来看看看看 然后又讲一些酸言酸语 来当酸民 那对谷歌又不好 就是来偷看谷歌的影片 然后又在那边骂 这种谷歌就不服务 好啦 我们回归正题 就是刚刚前面讲了很多 总之呢 谷歌后来就发信去问 得到的一些答案 亲爱的谷歌就把它整理出来 首先呢 可能刚刚有些人已经看到了 这边就是ICMarket的回复 我请谷歌小姐来念一下 亲爱的客户 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邮件 现于近期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发布的新闻稿 对埃斯马克茨中国客户造成一些心理影响 特此对中国投资者的问题进行统一答复 一 埃斯马克茨如何应对ASIC新闻稿中所述内容 埃斯马克茨已息之此事 对计ASIC官员这番评论的内容 不会对我思想中国客户提供金融服务造成实质影响 埃斯马克茨仅遵当地的监管法规 在澳大利亚经营外汇CFB经济业务 全球所有埃斯客户享受的经济服务均来源于澳大利亚 开户时所签订的法律文件均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 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牌照允许我们在34个国家和地区经营经济业务 埃斯马克茨会谨遵ASIC的法规 截止目前ASIC尚未向埃斯马克茨发送任何关于该新闻稿的通知 入未来有任何调整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客户沟通 好OK这边谷歌针对这一条解释一下 可能有些人对于那个法律平常比较不熟悉的 可能就会有点这样觉得说 诶这个是顽腔吗听不太懂对不对 其实为什么刚刚那个新闻稿讲成那个样子 说什么违反中国欧盟法律讲成这样子 他为什么他一副好像没他的事的样子 我们就他文字上这样来理解 这个有点感觉是怎么样 就是ICMarket不只ICMarket就是澳洲的交易上来讲 他们现在走的路线是怎么样 这样子的回答其实意思是有点是在说 我们拿那个迪士尼乐园来举例好 你今天去美国或是哪里的迪士尼去玩 你在迪士尼玩的事情呢 发生地是在美国 如果你在美国迪士尼 比如说加州迪士尼 还是在加州 当然你就遵守加州的法律 迪士尼在加州收客人 是你客人自己跑到我加州迪士尼来玩 跟新闻讲的是两回事 因为新闻那个意思是说 哎收中国客人啊怎么样 但是新闻的意思是比较倾向于是说 迪士尼乐园跑到中国地区去开了新的迪士尼乐园 当然这个事情在现实是有啦 可是我是举例是说 SNMarket的第一段这样的回应 你可以做这样的理解 当然如果谷歌讲错的话 那请见谅 我提供服务是在澳洲这边提供 啊你的人没有实际来啊 是通过网路嘛 意思是一样 现代人生活就是这样 通过网路来我这边 等于是你到澳洲来玩的意思 其实跟中国没有关系 并不是说我去中国设立迪士尼乐园 我在中国招程 那我当然就是要先经过中国的官方 额准人家符合法律 可是现在就没有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又没有去那里 那当然有客人在中国地区宣传什么 他是那个客人的问题 跟SNMarket本身没有关系 因为他是在澳洲营运 当然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之后ASIC说 哦不行 反正不管是怎么样 你就是不能收 那个例子有点像是这样 我不管你这个迪士尼开在美国 还开在哪里 中国人来 华人来 你就给我赶走就对 通通不准收 现在园里面有的华人 你通过我赶出去 就变这样你知道 是做这种要求 那这个东西 我不做政治评论 可是听起来 你会觉得很怪吗 可是我觉得 中国有可能会做这种要求 好像有可能 他们的那个 对于这种监管 对于这种法律环境 还有那个经济的国人的管理 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我们一般人是很难想象的 外面人很难想象 这是刚刚讲的嘛 谷歌只是担心说这个 不要影响我们台湾人就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 一让谷歌小姐念稿 二 我是埃斯的一名中国客户 我是否需要关闭账户 您不需要关闭账户 您可以继续在埃斯马克茨集团开展交易活动 埃斯马克茨集团在澳大利亚 欧洲和多个离岸辖区有监管牌照 您享受到的交易环境 出入金方式 客户服务 杠杆等等均不会发生改变 OK那这个就只是一个现况的说明 反正就是一切造就 都没有改变这样 当然他这边这一句话 就是在澳大利亚 我走多个下去 都有监管牌照 这个他只是在强调他的合法性 像有些人讲的就是说 万一中国寄出强力的手段 来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或许我不知道 因为事情还没发生 或许他们到时候会同意你说 好不然你换监管应该就可以 这句话应该是意思这样 那当然事情还没发生 不知道最后会怎么做 我们再下一条 3 ASIC是否要求埃斯马克茨 在5月底前关闭中国客户的仓位 ASIC给我们的邮件中指出 如果再受影响国家没有牌照 或无合理授权 则需关闭客户仓位 但是 埃斯马克茨 在受影响辖区 是有牌照 有合法资质的 OK好 那这句话其实 简单的理解就是说 他就是告诉你 我们IC market不是黑牌交易商 好就是这样 其实他就是这样的意思而已 那受影响国家呢 我们就第一条的理解来说的话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并没有去对中国做什么事 一样那个例子 我们是加州迪士尼 并没有到你中国去开迪士尼 是你的中国人跑来我这边玩 大概是这种感觉 我在加州可是有牌的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会把客人赶出去 大概就是这个样 这样简单做理解就好 反正谣言止于自责 我只能说大家听东西要像谷歌这样去查证 来我们下一条 4 埃斯马克茨是否被要求降低杠杆 埃斯马克茨会谨遵ASIS的法规 但目前没有任何关于杠杆调整的通知 埃斯马克茨集团在澳大利亚 欧洲和多个离岸辖区有监管牌照 您在埃斯马克茨集团做交易 享受到的交易环境 输入金方式 客户服务 杠杆等等均不会发生改变 这边有一两句是刚刚有重复 总之就是杠杆现在没有变 如果SG到时候要求我会变的话 搞不好他会要求我不能收欧某的客人 或者是说另一种说法 如果你收的话你杠杆必须要多少 其他牌照这个就不用念了 不会转牵管就对 中国客户来说会被终止使用 大家讲不会 这个就刚刚讲了 这个就看法律上怎么解释 就是除非中国寄出什么很可怕的条款 应该不至于到贸易战没那么严重 你就把它理解成说 中国到底会不会禁止他的游客 去加州迪士尼乐园玩 中国到底会不会这样禁止 他的这个问题是这样 加州迪士尼回答你 不会 我不知道到时候 到时候中国怎么做 在看中国 以目前这个态度来讲 台湾这边人是比较乐观 台湾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事情 代理反用这边 这个你是IB你比较会受影响 像谷歌这会受影响 那对谷歌来讲 他说不会受影响 第八个比较长 我们就是在让 谷歌小姐再念一下 八我是一名IB 请埃斯马克茨对近期事件给出诚实的解释 埃斯马克茨以惜之此事 预计ASIC官员这番评论的内容 不会对我思想 中国客户提供金融服务造成实质影响 埃斯马克茨仅遵当地的监管法规 在澳大利亚经营外汇CFD经济业务 全球所有埃斯客户享受的经济服务 均来源于澳大利亚 开户时所签订的法律文件均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 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牌照允许我们在34个国家和地区经营经济业务 埃斯马克茨会谨遵ASIC的法规 且指目前 ASIC尚未向埃斯马克茨发送任何关于该新闻稿的通知 入未来有任何调整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客户沟通 这边就完全的印证了谷歌刚刚讲标示起来这句话 他们是在澳大利亚经营 也就是说 就刚刚谷歌举的那个例子 我这边就是加州迪士尼乐园 我是在加州开 我就是符合加州当地的法规 那后面这个呢 什么34个国家这个呢 你可以理解成说 我可以收34个国家的客人 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句话呢 这有点像是说 现在国家有什么紧急的危险 比如说像那时候911的时候 或者说欧洲 德国那边嘛 欧洲那个难民潮的事情 那我可能为了国家的安全 可能会要求各公司 营业行号说 你这个时候不可以收来自哪个地区的人进来 这就有可能会发生那种情况 所以他这句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说M34的国家都可以收 至于中国地区有自己的要求 不准人去 那是中国这边的事情 反正呢 也许中国他们会有自己的要求 比如说 对我迪士尼乐园开在加州 但是中国政府不准你坐飞机去玩 大概像这种感觉 那如果没有发生这种事的话呢 ICMarket其实他属地在澳洲 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所以他会第一个时间 那个客户都好这�$ mão 好再来这边就不用Google小典念了 你电子邮件注册一定要收对不对 中国是什么 客户 Para without using 都不能交易 没有喔这也是传言 好那 那 Asic PV新门的现在没有变化 因为没有新的新闻吗 最后这一段子 Google要特别解释一下 这个东西呢是 有点像之前那个 Netailer或者 Thrills出入境的问题 有一些台湾地区的 或是中国地区的朋友 忽然有一天会发现说 Netail好像说你所在地没有银行可以收这个服务 比如说台湾的 要Screeo 这个要怎么去理解呢 这个我们可以用PayPal举个例子 然后PayPal 不是台湾人可能比较不了解 PayPal在台湾其实受到很多的限制 这个再下去又要骂一大堆什么官商勾钱什么鬼 还是不要骂这件事好了 这件事骂起来是很爽啦 可是对事实没有帮助 这很奇怪 台湾人可以用PayPal去收外国人的钱 但是我收到钱以后 我只能跟玉山银行合作 我只能从玉山银行提款 不能直接PayPal再汇给台湾人 就是不合法 台湾的政府去要求了 很奇怪 PayPal在全球都没有这样 台湾就是受挫这样 Netail跟Screeo也是类似的情形 也就是说我官方其实 我提供服务上我是没有限制 就是像PayPal在台湾政府提出来之前 他并没有说 我台湾不能提供给台湾人 他并没有特别去做这个限制 而是台湾政府提出来 好吧 既然这样只好做这个事情来限制你 这个跟刚刚前面他讲一大堆的那个 说什么 啊 这边可以跟这些无关什么 为什么这个就有关呢 这个不太一样 这个因为是 反正金融管制 防洗钱法什么 你就知道 就像我刚刚说的 现在欧盟啦 FCA啦 然后ASIC 在那边诡教诡教 就是 讲难听的 一定是收那些原外的钱 或者是说 被有钱人操控 他们就是要保护有钱人 不然就不会说什么要做降杠杆 什么 什么这些事 防洗钱条款什么这些 有些是真的 就是为了国家安全 那有些真的是很扯啦 因为防洗钱条款 其实你有很多方法来可以防嘛 你限制 台湾人不可以汇给台湾人 为了目的这是什么 他想要保护那些财团做电子支付啦 所以他不想让PayPal在台湾好好做 就像现在政府一直想要打Uber 就是因为计程车那边的业者 跟政府关系比较好嘛 可是大家其实客人的感觉都是觉得Uber 比较好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盲挺Uber 一定是有感觉他有差异 所以才会这样子 可是政府就是这样做 你们怎么办 目前台湾这边是没有碰到这一块 我希望以后也不会 但是如果以中国大陆来讲 中国地区呢 之前已经把外汇保证金交易 在国内的一些黑平台 因为中国人其实很爱赚钱 脑筋也动得很快 只好有这个东西 可能会在自己国内弄一些白牌 或是弄一些黑平台 已经有诈骗的案子 搞得非常的大 那中国官方也是 已经对这个东西有点感冒 所以会把它视为一种非法的行为 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呢 出入金 跟那个加州迪士尼 那个例子不一样 那是因为说 你PayPal钱汇进来 是汇到台湾人的账户 那台湾人的账户 就会受金管会所控制 因为他要抽税 政府要抽税 要干嘛要干嘛 那如果他觉得他管理上不便 或者是说他要跟财团要比较合作 土力财团 他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不让你用 这最快 我也不用管 我也不用搞一大些什么电子系统去监控 烂政府就是会这样 至于中国 我刚刚讲的例子 就是在中国呢 也是有异举同工的地方 是说 虽然ICMarket跟你保证这样子 可是到时候会不会发生说 中国地区 这些出金管道都不行 大家要考虑的是这句话 是我现在打的这句话 而不是ICMarket那边他们怎么样 因为ICMarket那边他没有理由 我特别去限制你中国人 不能用这个服务 所以到时候会限制的 一定是中国本土 就是像PayPal被掐脖子一样 台湾人不可以对台湾人直接使用 你只能透过银行 然后他再去银行那边叽叽歪歪 弄一大堆状况 那如果中国地区的出金管道 到时候也受到一样 就好像中国政府之前贸易战的问题 他会希望说大家不要用太多人民币 买太多美金 这样对国家不利 诸如此 为了这些等等的考量 或其他地区的人 所无法理解的原因 他可能会做一些限制 那这个就自己 我就只能说 中国的用户 你们就可能要自求多福 当然你们一定会自己想到办法 这些办法我这边也不可能提供 因为那个环境我不了解 总之呢 如果到时候出事的话 应该不是这些交易商去限制 应该是中国地区对自己人民做出的限制 大致上这样 因为对交易商来说 他没有理由 黑平台是另外一回事的 黑平台只能入金不能出金 是他本来就要骗你 我们说的是说 正当经营的平台 他没有必要嘛 他是要那个长治久安 要营运百年 他为什么要让你领不到钱 或者说你没办法给他钱 没办法做交易 那他就不要开 他开要干嘛 所以他其实是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那差不多就这样了 那希望这些回答 让大家能够比较安心 我相信目前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对台湾的影响 应该是真的不大 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 先这样啰 先到这里回子 大家拜拜 拜拜